再来关注今天的军情消息 据台媒报道 台空军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 22架解放军军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是今年数量第四多 其中两架次运巴反潜机 深入台湾南方及东南空域 请看详细报道 报道称 此次解放军巡航军机 包含两架次运巴反潜机 两架次空警500预警机 一架次运巴远距离支援干扰机 十架次歼16战机 五架次歼轰7级 以及两架次轰6轰炸机 报道还称 今年1月23号 有39架次解放军军机 在台海周边巡航 为今年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 5月30号为30架次 是今年数量第二多 6月21号的29架次 是数量第三多 至于昨天的22架次 则是今年数量第四多 台媒引述岛内学者苏紫云的言论称 解放军基建活动 已变成系统性的行动 在战略目的上展现军事的威慑能力 以反制外军可能介入东海南海 即作为支持未来在国际法上 法律战的论述 展现出中国能够有效执行 海上和空中秩序治理 对于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行动 国防部此前曾明确表示 当前台海局势紧张升级的根源 在于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分裂势力的 谋独挑衅和外部势力的 以台制华图谋 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遏制台独分裂行径 中国人民解放军亦不容辞 中文字幕——YK